剛剛同學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說MAC的版本 MAC好像上面沒有那個民國年 只有7月年了 他沒有那個套件 還有你如果你的版本是英文版的話 也沒有民國年這東西 因為民國年只有繁體中文 所以那也做不出來 TEST其實主要就是 你看到什麼你要取到什麼就對了 這個地方主要是 用來練習TEST函數 至於就是說如果你版本不一樣 那可能這個問題 大概就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呢 當然不是只有用TEST函數 可以達到要幾年次這個效果 也就是說你如果不用TEST 你另外有一個用一爾函數也可以 有沒有 一爾函數 但是問題是一爾函數 你要變民國 你要變他再減1911 也可以啦 OK 那公式其實也不會算很複雜 只是說 我講過啦 因為你要能夠做的方法不只一個 那你 你就選哪一個方法比較簡單 對你來說比較簡單 那個公式就OK了 只是說呢 如果你能夠多一個選項 那你將來 就是將來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一爾函數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減1911的話 它是一個數字 你就不用再用Value再轉 OK 這個優點在這裡啦 那這有一個缺點 所以 這個怎麼去取捨 我覺得有時候還是要按照你平常工作的習慣 來做取捨 對齁 因為你知道更 越多的話 你就可以彈性的去應用 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有這麼一回事的東西 但你連用都 用的機會都沒有啦 OK 所以大致上這樣 另外的話 那個 書納分析表入分 這個就是 選的時候 記得就是選這個範圍 另外的話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插入 書納分析表 書納分析表 只是這樣選 我現在也不太習慣 也容易選錯 然後再向下拉 反正就把這個範圍給它對了就對了 OK 這樣也可以啦 有沒有 就是從A3到I的103 按確立 然後就把這個名次拖拉到列標籤 名次再貼到 拖拉到值 那因為它裡面是數字 所以會加總 那就把值的欄位設定 改為項目個數 然後呢 那這個時候呢 按右鍵 就可以群組了 OK 另外的話呢 書納分析表 剛剛有看到同學是把它放在 那個 剛剛資料的下方 那也不能群組 你一定要獨立另外一個新的工作表 才可以群組 OK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再來就輸入50 然後到79 一個區間 然後每那個 79 每10年 就是一個間距的話 那就OK了 按確定 這樣就做出來 那 書納分析圖就按一下就OK 那就是 如果你前面的資料 假設沒問題 書納分析表 跟書納分析圖 它就乖乖的 自動產生你要的圖報表 但如果不是的話 很抱歉 你怎麼做都做不出來 OK 你不能說 你給他一個亂七八八資料 他怎麼哏 他沒那麼聰明 OK 所以我發現 卡住最多的還是前面的那個 資料匯審的動作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我們就 接著繼續再來看那個其他的案例 還有一個 錄字聚集的部分 這個部分 剛剛講的是在第20頁 然後21頁部分的話 就是有關錄字聚集 如果將來你有些步驟 假如說要讓它重複 重複去做的話 那尤其是你重複性很高 你把那個動作錄下來就可以了 錄下來之後 再產生一個按鈕 你把它按下去 那你剛剛做的動作呢 就全部幫你再完成一次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會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門號 一個按鈕叫清除 那門號的話 就是自動幫我把這個門號 自動輸入 清除的話 自動把裡面是要清空 OK 那可是問題 要怎麼做 這個部分如果不寫程式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動作 把它錄製下來 然後呢 變成一個聚集 聚集再轉換按鈕 就可以完成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還是在做錄製聚集之前 記得先把你的開發人員打開 那你的開發人員放哪裡 特別注意 有些時候不同版本放的位置不一樣 開發人員標籤 我這個21頁畫面上面 是2010以後的版本 那我目前用的是2007 所以2007在哪裡呢 開發 我先把 上方有個小箭頭 叫做什麼 自訂快速存取工具列這邊 有個小箭頭 然後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是2007的話 請你找到常用 常用上面的話 如果你是2007的 如果你不是2007 你是2010以後的版本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獎益 它是在自訂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 你只要把開發人員這個標籤打勾 按確定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好像這邊版本沒有很統一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 假如是2010以後的版本 是從這個地方 可以自訂功能區把它打勾 開發人員 那如果你是2007的版本的話 那就是在常用裡面這邊打勾就可以了 在功能區顯示開發人員 反正就開發人員標籤 讓它顯示就OK了 好 那按確定打勾之後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就有開發人員 OK 那也就是說 我們相關的那個 像包含錄製聚集 跟那個聚集 存放的REAS 還有Visual Basic VBA有沒有 都是放在這裡 當然為什麼 它開發人員預設沒打開 因為可能預設是希望 大部分人都不會用到 OK 不過為了我在想說 這個開發人員 以後面版本應該會自動打開 因為現在我發現 大部分人應該都慢慢會了 所以應該也是變成一個趨勢 OK 好 那第一個 記得把那個開發人打開 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那兩個按鈕怎麼做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我們剛剛那個 手機的這個 欄位部分 可以做什麼 按個按鈕自動再不好重做 然後一個按鈕就把這裡面清空 所以我會需要有兩個按鈕 所以會有兩個聚集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先彩排一下 彩排 因為錄製嘛 錄製如果呢 就開拍 那你NG 就重來了 對不對 所以喔 動作的話 兩個按鈕各三個動作 哪三個動作 一 可能要記一下 一 請你把滑鼠先放外面 不要直接就放這邊 放這邊就錯了 所以 總共 三個步驟 我們來看 第一個步驟 先放在一四儲存格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 上面請你把它打 這邊喔 一四儲存格 然後 油標放上面打個勾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呢 在這個 出生格 右下角 空點快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三個動作 那清除的話 怎麼清除 油標放在這上面 也是一樣 油標放一四 然後Ctrl序的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按Delete鍵 這樣就OK了 也是三個動作 OK齁 好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Ctrl是以復原喔 那我們就開始要錄製囉 我們來錄製看看 錄製怎麼錄製 1 我先按一下 錄製聚齊 油標先不要放這裡 放這個以外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錄製聚齊 然後再來的話 名稱這個 聚齊的名稱 也許我叫做門號好了 好再來的話 按確定喔 它就會開始記錄你 所有滑鼠鍵盤的動作 並且幫你把滑鼠鍵盤的動作 變成程式 那個程式就是VBA OK齁 所以按確定喔 那 1 滑鼠先放在E4儲存格 OK齁 所以啊 特別說啊 你如果本來就在E4 那你就記不 就沒辦法產生這一行程式喔 這可能要注意 2 油標放上面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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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說把這個公式喔 幫我輸入到這個儲存箱裡面 OK齁 第二步 第三步的話呢 在這個儲存箱的右下空點 快點兩下 意思說全部填滿的意思 好 三個動作齁 多一個動作都不要 多一個動作是NG的 NG的 NG怎麼按 重來 然後錄製的話 名稱取一樣 蓋過去就好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齁 好 然後按停止錄製 OK 好 我們完成了 有沒有 經過按一下 我們完成第一個動作了 第二個動作就清除 清除的話齁 所以再來齁 錄製句型 清除 等一下先取消一下 先把油標放外面齁 不要放E4齁 然後錄製 然後清除 所以錄製第二個 清除 然後呢一樣齁 1 游標放在 E4儲存格 所以它會幫你錄 寫一行程式 第二個是 Ctrl-Sue的向下 當然你也可以用像 滑鼠用選 不過我不建議啦 因為齁 你用選的以後選到哪裡 它固定了 那以後 Ctrl-Sue的向下是說 如果以後你資料有真有減 它會自動跳到那個最下內列 會比較OK齁 所以齁 Ctrl-Sue的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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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第三個動作 按Delize 好 三個動作齁 好 按停止錄製 我們就完成了 OK 所以以後齁齁 你如果要每天做工作 你就先彩排一下 最好把步驟記一下 好 然後做一遍 按Block 再來的話呢 錄完之後 在哪邊可以看到 旁邊有個聚集 按一下 那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錄了兩個聚集 就在這裡 門號跟清楚 如果你要先弄弄看 會不會成功的話 你就按執行 出現了 有沒有 那如果要清楚的話呢 再清楚 又OK了 可是問題齁 如果你在這上面執行 其實到底還好 只是有點麻煩 因為每次如果要執行 就跳到這邊 所以最好一般習慣會在 我們的 這個 空白處齁 產生對應的按鈕 比如說門號 上面就按一下門號 簽除就一個簽除 那怎麼做呢齁 特別注意齁 主要要找到就是在 劇情的右邊這邊有個插入的一個 有一個板鎖加一個錘子 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看到這個左上角 插入有一個叫 表單控制箱的下面這邊 左上角有一個叫按鈕的東西 有沒有 有嗎 按鈕齁 那記得喔 這個按鈕齁 記得不要選下面這個按鈕齁 有兩個 請你選上面這個按鈕 其實兩個按鈕都可以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只是上面那個按鈕比較簡單 下面那個按鈕還要寫一點程式 OK 這個的話好處是 一你點它一下齁 二的話呢 把它拖拉 左上到右下 有點像那個小畫家有沒有 按鈕多大你自己決定 大小大概這麼大放開 它會跳出訊息說 如果我按了這個按鈕之後 那我要執行哪一個劇集 你就選哪一個 選門號 那並且把門號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喔 其實你按確定你就知道了 因為它叫按鈕1 那你點它一下 把名稱改成叫門號 Ctrl V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 門號就有了 按一下 出來了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選取這個按鈕有沒有 然後再到這個下方 再拖拉一個清除 所以放開 然後這邊就是清除 複製清除兩個字 一樣按確定 把按鈕2齁 把它貼上 改成叫清除 按下它 這樣就清除了 有沒有 OK齁 所以其實你說VVA到底要做什麼 就是把你平常所有事情 全部都變成一連串的程式 那如果你每天都做固定的 有很多固定的事情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重跑一次了 反正的話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但是論事劇集的缺點就是說 它有些部分是比較沒有彈性 因為它就是這些步驟 但如果說你可能裡面有一些變化 那變化蠻大的話 通常會去改寫背後的程式 那至於背後的程式長怎麼樣 其實你可以在劇集裡面有一個編輯 剛剛執行的下方有一個編輯有沒有 那這個編輯的話 它就會跳到哪裡呢 它就會跳到那個Visual Basic的位置 編輯喔 它其實會開這個Visual Basic 然後告訴你程式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跳出來 就長這樣 有沒有 一個Sub到一個EndSub 中間的程式就是這個 那你會發現我們剛剛三個步驟 基本上第一個步驟就是 游標放在那個什麼 游標放在1四儲存格 我可以在上面註解 註解就是單引號開頭 1 比如說什麼 游標放在 游標放E4 那當然你可以在上面打個註解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 你第二步就是這邊下面 可以再增加一個 第二步 這一點 怎麼 輸入公式 後面自己再打一下 然後第三步的話 就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AutoFill 就這個 單引號 3 就是 游標放E4 向下填滿 後面可以自己打一下 反正就是這樣 上面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OK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呢 劇情裡面的程式 大致上就長這樣 其實它主要是什麼 透過呢 透過呢 程式的方法 比如說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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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物件 指的就是意思 點Slate 就是有不要放上去 有沒有 點Slate 是一個動作 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有沒有 那個Selection 要做什麼 就大概這樣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了解這些語言的話 很多東西就全部可以 代替你以前的滑鼠鍵盤的動作 全部把它寫成程式 所以你整天的事情說真的 全部都可以把它變成程式化 絕對沒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 以前就會學得蠻厲害 他說要把一個早上的工作 寫成一個連串的VPA程式 就是一個按鈕 他說按下去 早上的事情 就完成了 我說那你早上要做什麼 嗯 就裝盲囉 他要幹嘛 對 總不能讓老闆知道說你都做完了吧 OK 對齁 那真的 有了裝 裝很久 對齁 還是 因為他時間就會變得蠻多的啦 然後他就 多很多時間出來 就開始練習 寫VPA程式 就把我以前教的全部都 都拱瓜爛熟了 OK齁 好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 啊底下這個一樣 每一行每一行 只要前面加個單引號 後面就是註解 就是給你自己看的 然後你也可以在每個地方 像這個是Lang14.16 也要放在14上面 好 然後下一行的話 就是什麼 Ctrl Q的向下 喔 選取 然後最後一行就是把 裡面的這個 selection裡面的東西呢 做Clear Contents 就把它清除掉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以後的話 甚至如果我們不錄製的話 自己寫OK 就全部把什麼 每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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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自己寫完了 程式就搞定了 全部都可以寫出來 而且不困難喔 還蠻好用的 OK 所以如果你懂得 利用這種方式來工作的話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選擇 用圖擺鏈鋼的 OK 好 這邊的話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有關 錄製聚集的部分 那除了說可以做按鈕之外 另外呢你也可以知道 可以做 用小圖示 這個小圖示怎麼做呢 其實喔 剛剛我們是插入那個 這個按鈕對不對 其實你 如果 不要這麼的明顯 讓你要知道說 你這個其實是兩個按鈕 如果你要假裝 你不會寫VBA 因為你會的話 老闆會給你更多事情 你可以插入美工圖案 插入圖案有沒有 那你一個笑臉 笑臉就是 假的這個笑臉 顏色你可以變更一下 OK 然後把按右鍵 這邊也可以 指定聚集 有沒有 右鍵喔 所以不是只有小圖 大圖也可以 任何圖都可以 按右鍵 如果只有指定聚集 你就指定門號 OK 然後另外的話呢 再插入什麼 一個小圖案吧 也許叫 清楚的話 也許用XX 這邊有個 乘號 然後把它 加個顏色吧 這個 按六鍵 可以指定聚集 指定成清楚 有沒有 那就看不出來了 所以點一下 清楚 按一下就有了 OK 所以這個是 可以讓 這個 有些東西 如果你 不太想要讓別人知道說 你有哪些功能做完了 那你可以用個小圖 放旁邊 也是一個方法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 再練習看看 那 大概這一題 也許就到這邊 Ending 那 待會請各位再開啟 151 那個什麼 截取瓜糊中自竄的 這個範例 151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重點 1 請你把 B欄 這邊上面的公式 先刪除 因為這已經有答案了 先把答案刪掉 從B2到B10 那其實我們主要 應該可以看懂 我們這一題的邏輯吧 這一題邏輯 就是要把什麼 把瓜糊裡面的文字 抽 就是把它抓出來 從A欄幫我抓到B欄 好 但前提是 如果有瓜糊的話 就抓取 如果沒有瓜糊的話 那怎麼辦 那瓜糊就跳過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 會用到三個函數 一個叫fine fine前瓜糊 fine後瓜糊 的位置 然後再用med 去算一下 他的 總共幾個字 但是有一種可能性就是 如果他裡面沒有前瓜糊 也沒有後瓜糊 會產生錯誤 這要ifl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請你 這樣就有個參考的答案 你先把它刪掉 試試看好了 OK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151這一集